说水比较浊 就是它会沉在底下 还没有上来呼吸 所以我就会把它搅动一下 扰动一下 看它会不会呼起来 谨慎态度专业判断 机动防疫队在面对资深源清查 发挥雷达扫描精准度 墙角积水看仔细 保力龙确定不潮湿 积水容器倒着放 一下往高处爬 查看水塔有没有加盖 一下往地下村 漆黑的地下室挥洞网子 能隔热并没闻 一网打尽 蚊子永远知道 我们人类的脆弱点在哪里 我们黄智工作在哪里心存侥幸 蚊子就会在那里得到幸运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看到重座没看到 黄智工作就这样子溜过去 不放过任何危机 由指挥官带头领军 防疫视同作战 精英队伍从早上八点 就必须症状待发 第一路回程 向右看 请 居所发报 今日工作 社区诊断 关中理 正经理 拿出精神 释出战力 民众健康重任 懒得肩上 任务分组让防疫 面面俱到 打开防疫人员 肩上背的防疫包 是他们和登革热 作战的武器 麻雀薛小 里头样样 不可或缺 积水容器的 那是过滤这个账物 然后 刚刚这个 这个往上面 也没有拒绝 公寓扇骑士 必先立其器 机动防疫队的成军 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每年登革热 没有好好的控制 那怎样 未来台湾会跟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一样 初学性登革热 会更多 会更难以控制 所以我们不只看今年 我们看长久 用一分的力量 花分十分的效果 事半功倍的信念 目的就是要尽快解除 在诸多行政区 闪烁不止的危机灯号 白天面文习动 主动出击 每天固定下午 五点汇整各方资讯 才能百战百胜 朋友伙伴 大家晚安 那我们工作汇报 现在就开始 针对东区的部分的话 我们做一个疫情中南 东区目前 集合台北 台南 高雄防疫专家 其力为登革热把脉 找出快又有效的良方 让民众免于登革热威胁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整合各方资源 指挥所前进南部战区 牺牲假期 从日出工作到日弱 战胜登革热的决心 埋在每个防疫人员的心头 台湾CDC综合报道